嘉義縣新港鄉是台灣知名的宗教旅遊聖地 許多遊客或嘉義鄉親都會去新港奉天宮朝聖 今年12月1號,議員陳文中提出 遷移新港鄉公所等行政單位的臨時提案通過 每年三四百萬的進鄉客到新港奉天宮來以後 進到新港奉天宮剩下來的時間就沒地方跑 所以停留的時間太短了 如果把新港的行政中心 因為它是佔據在我們新港的市中心 就在奉天宮前面 包括新港鄉公所、代表會、副政事務所、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 一起前移到第一公墓那邊 那原有的行政中心這個地方可以規劃成商業區 新港鄉行政中心遷移地點 預定在奉天宮的教典地 期望透過此次搬遷 空出來的土地可以配合新港公園和媽祖大道 籌設媽祖文化園區 提升觀光品質 創造就業機會 吸引外流青年人口 還想推動新港的京都民宿 加上體驗農業、體驗宗教、體驗文化、體驗藝術 可以讓我們的年輕人留在我們的在地 把它變成什麼 創業 青少年創業 那個建議是很好 留住很多觀光客 可以多停留一些 對新港的建設比較好 少年大家也要住自己的高雄賺錢 比較方便 可以去外面離山北景 新港鄉屬於高齡社區 如果能藉由行政、觀光園區的配合 在延續當地特色之下 成功讓青年願意留在家鄉發展 是新港居民樂見其成的美式 中正醫報、許文秀、黃紫敬 嘉義新港報導